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瓶 现场为您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的通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老师好 然后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加过的指数今天最高来到19994点 最低我们看到在差不多12点多以后 往盘下做整理最低目前看到来到19729点 预估总量是5090亿元 本来是涨的后来变拉回整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罗老师 相较于昨天大盘是开低走高 我们看到今天刚好反过来 今天是开高走低 尤其盘中在一开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加圈指数一度冲关到19994 差6点要往20000点去做客户关了 不过很可惜的随即做一个拉回 那甚至于现在到接近大概12点半过后 那整个跌是有加深 从原本在平盘附近震荡 现在一口气扩大跌点到这个120几点 那当然会造成今天整个波动这么的一个大 我是个人认为了 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今天台史期的一个节送 我们就说以目前来讲 整个外资的布局还是以一个短空单为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个棋子结算的一个当日 那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甚至于这个出现了一个压低结算 这都不奇怪 那当然在今天 尤其在盘中时刻 我看今天有很多的一个财经专家 财经媒体 那都在讲 好可惜啊 这个2万点又没过 对不对 怎么样怎么样 都在讲2万如何如何 那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那2万点过不过 其实有那么重要吗 2万点过了 对 你就一定赚得到钱吗 那又或者说2万点 现在在这个关钱震荡 在这个在负责成 2万点没过 那你就一定无力可图吗 我个人认为那个指数没有过 除非你做期货的 当然是 如果说你做个股的 我倒认为2万点本来就是要整理 因为多数人都认为卡拉姐的贵 所以他一定要震荡 毕竟而且你从一个 比较技术面的一个看法来讲 那更是如此 我说过你光是 开红盘到现在也不过 就一个月多几天而已 你光是金融年开红盘以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涨了2000点 你跟季线之间的乖离 超过6%以上 超过3%就算多了 你超过6% 那你整个指标在高档 你说前一段时间有顿化 顿化它终究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它不是一个常态 你顿化到一个程度 一个极致之后 它终究也是要做修正 也是要做降温 你整理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你原本就是该整理 哪有说好这一路涨 都不用休息的 不可能 哪有这种行情 哪有这种股票 所以我认为两万点关钱这边 做一个所谓的一个清洗 做一个整理 我认为对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走势 整个台股的一个发展 反而是有更健康的一个格局 这未必是坏事 所以短线两万点站不站得上去 其实坦白讲 我一点都不担心 你只要未来能够攻上去 我手中的股票 在未来有大空间 我认为这更重要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其实大家的一个想法 市场多数人的看法 你真的不用去太在意 好 就好比说 我想近期 也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很多人一定会告诉你 买什么股票 这还用奖吗 那就买00940 00939 这些成分股就对 你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对不对 连我的会员都在问 你为什么不买这些股票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买这些股票 我想提取这个答案很简单 好 我说过 00940 这些成分股 又或者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请问各位 你知道 我知道 全市场有哪一个人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对 大家都知道的资讯 你认为 我不敢讲赚不到钱 但是你认为 全市场都知道的资讯 你认为能够从这里能够有超额的利润 能够有大的一个获利空间吗 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没错 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千线 万线 不如一条怎么样 有人讲内线 有人讲电话线 当然我没有鼓励大家走内线 内线是合法 是违法的 对 那是违法大家抓去关的 但是你也不可否认 其实你说股票市场 尤其股价 其实你想要成为赢家 是我一再常讲的 你要有领先的资讯 对啊 对不对 你要有领先的资讯 一家公司 我只问各位 我们看到一家潜力股 它未来有大爆发潜力 请问各位谁最早知道 是不是老板 老板 公司的核心 他是最早知道 对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内部人的规范就是如此 然后才慢慢的往外扩展 除了核心以外 然后扩展到员工 然后之后再扩展到一些法人 因为业内法人 像我们过去当研究员的时候 我们就去拜访公司嘛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了以后 那有些记者朋友会来问说 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我就透过法人说明会 然后记者就会先知道 然后记者再把这样的资讯 公开出来 给大家知道 你看 你是在资讯 怎么样 最尾端 对啊 最末端 那也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其实股票操作 你不要跟着多数人的方向去走 因为多数人的一个方向 多数人所掌握的资讯 都是已经是很末端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到今天早上都还很多 因为我看一些新闻媒体 一些专家权威 一些什么盘中的一些财经节目 大家都在讲 买这些00940就对了 我也知道 大家都说买这些就对 但是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没有错了 00940他未来一定要买这些股票了 但是我请问各位 在他买之前 有没有别人先买 有 对不对 有没有别人先买 你不要说什么 同样是基金 同公司的基金 他未来要买什么股票 同公司的基金 其他基金会不知道吗 他们会不会先买 你现在 当大家说 他开始要募集的 他开始要进场来建立 基本持股了 你跟着大家一窝蜂来 你认为其他那些人不会卖吗 你当他们都傻瓜 对不对 那其他的业内 他们都不知道吗 他们资讯老早就比你 比你早知道啊 对啦 股价能不能赚钱 股票市场能不能赚 重点还是在于早知道 这个我一直强调的 你要走在故事的一个前面 所以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人多的地方 你不要去 我不是说这些股票不好 只不过你现在再来 你都追在高点了吗 那我也不就追在高点就不会涨 重点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如果在高档的位置 你不敢重压 你不敢重压 你不敢重压的话 你只能买个一张两张问导游 那我说过 就算在涨你也赚不到大钱 今年是大行情 你还是要赚零用钱 赚家财金 那么真的就要浪费行情 真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 同样是操作 我们在操作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都不一样 你不要说什么 这一次轴承的部分 AI的部分就不用讲 大家都在讲 对不对 可是当大家都在讲AI的时候 我们在布局轴承 对 对不对 甚至当时轴承是有利空的 而后来轴承拉上来 大家都在讲说新日新是最好最好做 新日新我之前也做过啊 对不对 我们还做了好几趟呢 我们每一趟都大专出场了 对不对 没有人在讲性情的时候 我们也布局性情啊 从七十出头一路涨到将近百元 这一整个涨了四十趴啊 没错 对不对 可是当大家来追的时候 我们反而就不做了 对 我们反而顺势的获利了结 对不对 对 人多的地方 你就是不要去跟人家一窝蜂去臭人哦 对不对 反而大家在讲新日新的时候 我锁定的是什么 我锁定的就是照例 照例 那轴承的整个概念不用我多讲了吧 对不对 我说折叠机 折叠机 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纵使它不是从无到有 但是手机本来就有的东西嘛 只不过它是改良 可是这个改良也算是一个革命性的改良 是啊 因为毕竟它结合了平板跟手机的这样一个功能嘛 对 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提升嘛 所以这未来必然是一个趋势嘛 那既然必然是一个趋势的话 那我们就锁定这样那个方向就准没错嘛 对 但是锁定这样那个方向 当大家在讲某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说过 纵使它是好股票 对 纵使它的趋势是明确的 可是大家都往这边跑的时候 你不要一窝蜂嘛 对不对 当大家你说前一段时间 大家不都讲新日新吗 因为新日新连续拉三根掌停板的时候 全市场都在讲新日新啊 连报纸都在报新日新啊 那时候我也讲 3月5号那时候不是跟你讲吗 哇新日新是最大的一个受费者 有没有 那你去追追看啊 你那时候去追你追在236 今天收盘在195啊 对 你现赔又40万块了 没错 40块了 40块 就4万块 一张就4万块没有了 对 但是你跟我布局 当大家在布局新日新的时候 我锁定的是赵立 你说赵立今天跌 今天跌就跌 股票是不能跌 可以 对不对 问题是 重点是我买在哪里 我买在230几 240几啊 那这一波你看 是不是当3月8号 当时女神节的时候 直接供到了300块5毛 我想我的会员 每一个都知道 赵立的第一目标区 是我当时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 三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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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先到三字头 那你到了第一目标区 你说稍微整理一下 合情合理啊 对不对 因为第一目标区到了 又是百元整数关卡 这整理这本来就是必要的嘛 对 可是你看 他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从技术面的角度 第一波拉回 第二波拉回 现在是第三波的拉回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他每一波的拉回 都是怎么样 没有破前面的低点 是耶 所以他的整理姿态是非常的强 是 而且量也一波比一波小 所以代表怎么样 他又整理到末端了 是 代表他又整理到末端了 那我一直告诉各位 趋势不变的股票 当他拉回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机会 是的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 上个礼拜 不是有很多强势股在整理吗 甚至于出现很明显的拉回吗 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买了什么 我们除了上个礼拜买了一发以外 我们是不是还买了谁 神盾呢 我们还买了谁 我们买了安国啊 有没有 有 那你看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 我们说过了安国 8054的安国 是 今天又创了一个短线的高点 来到140 你从形态上来看 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最好的买点在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的120几块 有没有 最低在121块 收盘在128块 但不管你不管121好 128好 那一天就是最好的买点 那今天已经到14几了 你说 你如果说上个礼拜 你买了安国 我请问各位 尤其今天你看 大盘是大跌 他还涨 他涨了 他盘中一度差一趴就涨停板 对不对 你买在上个礼拜的 你哪一个不会赚钱 是的 安国神盾集团 这还需要我讲吗 当然现在讲的人很少了 为什么 因为近期股价 没有大涨 甚至于前一步前还在跌 可是在分关前 这个是不是最火红的股票 好像我今天不讲个安国 我今天不讲个神盾 我觉得不是分析师一样 对不对 大家都要来蹭一下 也没有 怎么现在跌下来 大家又换一个脑袋了 当时高你也不怕 照追管你三七二十一 对不对 现在跌回来 趋势不变 同样一档股票 反而没有人敢讲 这什么逻辑 我说过趋势 它确立之后 它不会随意的改变 会变的是什么 会变的是筹码跟位阶 所以你要随着筹码位阶的变化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对不对 对 你看 同样的趋势 我们高档出拉回我们再买 可是很多人拉回 你去什么都不做 对 反而拉回你又 屁屁错 对 对不对 照例不就这样子吗 对 现在拉回又没人讲了 对不对 但是我就是 我说我不跟人家一窝蜂 我告诉你 轴承我就是看好 而轴承里面 现阶段我首选 就是照例 好来 所以昨天我们怎么样 跟着老师 在对的时间点选对好股票 然后用分段操作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亿发神盾 还有我们的安国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赚完第一波 再赚第二波 甚至来赚第三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接下来该怎么布局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算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 依旧是跟大家来分享 2024年金融年 是大家可以赚大钱的一年 而且听我们老师说 能够大赚不要小赚 能够赚钱千万 不要不赚 所以2024年 趋势不变的状况之下 拉回的时候 天伙们 你要做什么事 就是跟着老师 找好的买点 所以天伙们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您就有机会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第一个 用什么方法 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大家都还不知道 这档股票的时候 老师已经怎么样 发现这档股票的好了 带大家进场布局 慢慢布局 然后大家都来讨论的时候 我们已经赚到 第一波的好行情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分论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修正风险 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也把主动权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准备赚第一波 完之后赚第二波 甚至赚第三波 目前为止 天伙们 如果你还没有跟紧老师 脚步的朋友们 想要跟上的话 您可以加入老师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给一个贴图 再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直接跟你联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拨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跟上 就现在 6989209万新闻台 我大手见 我们是古书 罗宾亥梅 这位罗宾老师 跟飞饼像 陪伴大家 想跟进老师的脚步吗 赶快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给我们贴图 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曾秀珍的 抬头望一望啊 我听到你在对我呼唤 抬头望一望 我曾以春情的目光中 得到无限的温暖 用微笑来回答 我愿把我微笑把你围绕 唱微笑请你唱 春情比那青山高 有你在身旁 爱描在我的心中滋涨 我听到你在对我呼唤 抬头望一望 我从你春情的目光中 得到无限的温暖 欢迎来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 我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述路老师继续回来了 对的时间点 用对的好方法 进场布局好股票 真的很重要 走在故事的前面 还有用分寸操作的方式 所以有点往 到底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怎么样跟着老师 继续来布局下一档好股票老师 我想近期 旁边大家讨论的焦点 第一个两万点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这样 怎么样怎么样 再者 在操作上面 到底哪些股票可以买 我想多数人都会告诉你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 00940的成分 并且已经给他买下去 对的 我想这是近期 大家的一个共识 但是我说过了 做股票 别人怎么做 我当然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 人多的一个方向 我必然不会去 为什么你说 人多的方向就不要去呢 因为我很肯定 这个市场 赢家绝对不会是多数人 那既然赢家不会是多数人 那我为什么要往 不是赢家那边去靠拢 我为什么不往少数人 的一个地方去靠拢 所以像现在 很多人来讲两万点 怎么样 在什么时候能够站上去 我一点都不care 不站上去就不站上去 不站上去你就赚不到钱 我们刚上了这段也讲了 今天还大跌 对 现在已经掉到 一万九千七百多点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上个礼拜买进的安国 我们上个礼拜买进的神盾 今天有没有大涨 有啊 有 上个礼拜谁来跟你讲安国 谁来跟你讲神盾 没有 怕都怕死了 对不对 拉回那么深了 但是我说你回过头去看 神盾安国 上个礼拜就是最好的买点 对呀 我说趋势既然不变 但是很多人都是很奇怪 我说市场上包含 有很多的专家权威也是一样 在涨的时候拼命告诉你 这支多好 这支多赞 你看前面神盾安国在掌的时候 多少人告诉你他有多好 对 那为什么拉回的时候 反而都没有人在讲他好了 对 难道他的本质改变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他的趋势还是一样啊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不讲了呢 我说过趋势不会那么容易改变 一旦确定就不会那么容易改变 变得是什么 变得是筹码跟位阶 所以你要跟着筹码位阶的变化 在高档如果说筹码乱了 位阶高了 你要懂得先出一趟 这叫分段操作 可是当拉回来去是不变的情况之下 你要懂得再把它买回来 对 前面的安国神盾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在高档有没有先出一趟 还出了好几趟 有的 因为我们分段操作做了好几趟了 那这一次下来 没有人在讲安国 没有人在讲神盾 我们给它买回来 对 我不敢讲大赚 但至少现在有哪一个是没有赚到钱 是的 因为这两档股票今天就创了短线的新高 至少不跟上个礼拜的一个 我们买进的一个位置比起来 也都有很大的一个加差 对不对 那对的股票拉回不就是一个机会 我一直强调股价有波动才有机会 所以现在你看轴承 对不对 我说现在 大家都在讲AI怎么样怎么样 轴承又没人讲 为什么轴承在整理 对 可是轴承的趋势会不会因为没人讲它改变 不会 不会啊 我说这就是未来一个大趋势啊 没错 一定要用 对不对 一定要用啊 对 而且你看 你光是苹果跟华为的热销 是 这个应该讲Samsung跟华为的热销 对不对 那苹果现在也要来分一杯跟 准备跟进 这代表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 那既然是未来的大趋势 那现在拉回你不买 你要买什么时候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赵立今天没有涨 可是我依旧看好它 我在意的不是它今天有没有涨 甚至有没有涨 那不重要 我在意的是为了它有没有大空间 我们能不能赚大钱 没错 这才是重点 尤其未来有大空间的股票 你今天有拉回 那不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吗 对啊 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 那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行情里面 我认为行情还会振 因为两万点要一次性站上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告诉你 就个股来讲 它的机会就来了 你如何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能够精准的掌握 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我们都欢迎投资朋友 能够随时锁定我们的频道 锁定我们的一个节目 最重要的 我也强烈的建议各位 直接加入我们 股数学兵和Lite8的官方账号 有重要的资讯 有一手领先的一个资讯 我们也都会在群主里面 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来听我们想跟着老师 一起走在故事的前面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股票吗 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ite8 怎么样加入 待会在广告当中告诉你 除此之外 如果您想要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的话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进场布局好的股票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 也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跟上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 依旧是跟大家来分享 2024年金融年 是大家可以赚大钱的一年 而且听众们老师说 能够大赚不要小赚 能够赚钱千万不要不赚 所以2024年 趋势不变的状况之下 拉回的时候 听众们你要做什么事 就是跟着老师 找好的买点 所以听众们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好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您就有机会 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第一个 用什么方法 就是走在股市的前面 大家都还不知道 这档股票的时候 老师已经怎么样 发现这档股票的好了 带大家进场布局 慢慢布局 然后大家都来讨论的时候 我们已经赚到 第一波的好行情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用分担操作的方式 规避掉短暂修正风险 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也把主动权 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抓在我们的手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可以准备赚第一波 玩之后赚第二波 甚至赚第三波 目前为止 听伙伴们 如果你还没有跟进老师 脚步的好朋友们 想要跟上的话 您可以加入老师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给一个贴图 再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服务人员 会直接跟你联络 当然你也可以 直接拨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跟上 就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帝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再来自负资人员 再来自负资人的 负资人员